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晚來一個短打 馬上追蹤一下美俄之間的視像會談 因為這個視像會談其實 和昨晚講起中俄可能合作 或者應該這麼說 中國會盡量拉俄羅斯下水 如果中國要修復台灣 他會想盡辦法拉俄羅斯下水 希望中俄一起 對抗美國大家有勝算 如果不是的話 中國就沒什麼勝算 單憑中國一個頂美日聯盟 絕對不夠 不用說其他 昨天其實還有一件事我要先補充 第一 中國有可能利用各種軍事合作的名義 可以將河西和遼東兩邊 引俄羅斯人來進駐 就當交流而已 中國可以用中亞的一些基地 然後俄羅斯可以用新疆的某些基地 遼東那邊 當你中國可以去到海參威 海軍 俄羅斯海軍可以用旅順港 大家互相合作到這樣的地步 有機會不是一發生 但是可以玩到那麼盡 另外一個其實已經在做的就是關於南海 俄羅斯能夠跟南海各國一起聯合演習 海軍 以及可以跟印度佬又再簽軍售協議 簽這些類似協議 老實說如果你說完全沒有中國的首肯 就不行 或者不要說首肯 中國未至於可以影響到俄羅斯那麼厲害 但是俄羅斯也會考慮到 他做得行動就不是沒有考慮的 當然同時在考慮中國 美國 印度 其他各國的情況 至少也會知會一下 或者會交流過 而中國很明顯 最好連俄羅斯也進來南海 把俄羅斯捲進去 我懷疑 至少我懷疑是中國的一個策略 這個未必是一個好的策略 但是如果 要解決他的追蹤 一路延長 習近平要一路延長他的任期 然後他一定要收復台灣的策略 他很有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 而自己單拖不夠打 盡量拉俄羅斯人下水 而很明顯這次的俄美會談 拜登表面上談談烏克蘭 甚至 由後面 Jay Sullivan 即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 白宮的記者會 也有說到 那些記者除了問烏克蘭之外 也有問起 例如伊朗 例如非洲 又例如俄美之間的關係 由他的回答 綜合所有東西來看 烏克蘭 是一個最顯眼的事情 但不是 唯一的事情 實際上烏克蘭的事情 你可以說是美國和俄羅斯 美國在摸俄羅斯底 又或者也在警告俄羅斯 即是說 如果你打算跟中國一起 然後借機會 運水摸魚 中國 擺足力下去台灣那一段 而你打算運水摸魚摸烏克蘭 而且無論你是用 情報作戰 認知作戰 去搞亂烏克蘭內部 還是直接軍力 就這樣走剷過去 美國一定跟你奉陪到底 但是美國就並無意思 跟你搞大鑊 或者跟你搞到壞了 他只是阻止你 其實目標是很清楚的 這個是他們說到底 盡量阻止你的侵略 如果你真的要侵略 要拖延你的侵略 後面還有一句 跟著就要準備反擊 反擊當然就是 如果你想阻止對手 即是一開始就先阻止對手 即是你要做一些 後果要足夠大 你要令俄羅斯有第二回合 你不要想像上一次 2014年 拿克里米亞拿得那麼爽 你想拿克里米亞就這樣很爽 立了就不可能 亦不可以打算不跟規矩行事 因為美國、歐洲、俄羅斯和烏克蘭政府 其實他們有個叫 民主行程 其實去到底 說到尾 某程度上 烏克蘭人應該可以讓他自決 第一 烏克蘭人應該容許他在裏面 例如如果你烏冬真的有些人 不要說獨立 獨立就不給你 但是如果你想多一點的自治 但是也要有個過程 要有個 跟規矩的做法 就不是你 你老俄煽動起 烏克蘭東部的民族情緒 那些俄裔人民的民族情緒 然後就說分裂就分裂 然後用武裝方式去分裂 就沒有這些事 亦不會讓你俄羅斯走去影響 這個更加重要就是影響 烏克蘭國內的政治形勢 甚至就是干擾到他們的選舉 無論是國會選舉還是總統選舉 然後選了一個 然後就說整個烏克蘭走進去 俄羅斯 沒有這些事 想都不用想 這個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至於北約 和歐盟 歐盟會不會東抗 把烏克蘭包進去 或者泥土會不會 又把烏克蘭包進去 這個是後話 美國的意思就是 這不輪到你俄羅斯說yes 也不是輪到我美國說yes 理論上就是烏克蘭說yes還是no 這個我想 這是他們的底線 這是美國人的底線 而如果你俄羅斯 夠膽是想著不跟著之前協議好的方式 要改變現狀的話 那我就打敗你 首先當然是經濟制裁 他也說得很白的 Lock Stream 2那條管 你想不想開 現在還沒開 而Jake Sullivan 不斷強調我這個沒有開 這條管是沒有開 你不用問我們上次 我們好像是放鬆制裁 他一說實際上 你不要管我總統口頭說過那些什麼 其實說到底就是看我們在做什麼 他很強調這件事 就是我們做了什麼 而我們做了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的管是沒有開 而如果要輸解 如果拜登真的想買他國內某一些票 例如石油佬那邊的票 實際上就是假設你德國真的熬到冷 或者不是德國在歐盟撐不住那種動法 以後不夠 如果要汽油的話不如 不如美國出業癌氣 我那些汽油賣給你 反正那些是特朗普的年代已經留下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 只不過 拜登要加環保單 他就要不敢去到盡 但實際上最近都放鬆了 實際上是放鬆了很多這一方面的限制 所以只不過到時就是大規模賣給歐盟 貴不貴 貴不貴 你坐Gas tanker過來 那當然貴一點 不像氣管那麼方便 拔罪是好過沒有 也好過你穿袋子被人拿著 然後別人拿著來跟你說錢 那只要德國跟不跟機 那就要看德國政治 因為紅綠燈政府剛剛上台 綠黨就未必肯制 但問題就是最大黨紅黨那一邊 那些社會民主黨那一邊 會怎麼想呢 現在就不知道 因為這班 他們某程度上跟 CDW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說他會太過走到CDW 那條路也沒什麼可能 因為基本上另外兩盞燈的顏色都會按住 所以我想就算他想節衝也不會節衝得太離譜 德國就算想節衝一點也很難 因為這個形勢放下去就是 Gas問題是有得解決的 但是你那個 烏克蘭一旦真的被俄羅斯一吞吞了的話 你就無可挽回 就是你歐盟跟著就散了 被人多煽動兩夜省 而奧爾班就肯定翻山了 本來奧爾班被人迫在長國 如果你這樣也脫了 奧爾班就可以威威了 然後跟其他東歐盟友說 你看看你投靠西方浪費氣 有什麼用 西方一直都說出賣你們 西方只會計算錢 為錢 為自己 你一賣掉了 你就慘了 那他一翻山 你歐盟就可以散了 基本上加上有疫民水又起頭 已經是有機會 那你到時相當濕制 歐盟一散德國就是這樣 德國既沒有了一個沒有關稅的市場 同時德債找誰買呢 除了德國自己之外 其他地方 如果你散了歐盟 歐元區也可以散 歐元一散的話 德債沒有了支持 德債是拿歐元的其中一個最大的 collectoral asset 德國國債和德國公司的債 是一個非常好的collectoral asset 你抵押了出去就可以用 reverse repo機制 就是repro和reverse repo機制 可以拿到歐元回來 銀行 你沒有了那麼多歐盟銀行 其他銀行支持的德債 但是德債一抽的銀行就很麻煩 德國是應該 看著國家的傳亡 你無法做太傻的事 只不過你的通勢可以硬可以軟 但是你的行動很難做到其他 而整個的說法裏 這個是另外一個 其實早前已經傳出了 有機會拜登已經說過 可以用swift 金融核彈 去整殘俄國佬 因為如果用金融核彈 即是讓俄國佬沒有辦法 用國際的結算系統 把錢從全世界搬來搬去 未必直接影響到普京 但是可以影響到普京的金主 普京的金主 一把ology 同時也包括 不只是包括石油 油氣的金主 或者俄羅斯金融那邊的大佬 亦可以包括軍部情報組織黑幫那一幫人 因為實際上雖然他們可以用一些 蝸蝸蝸 用其他東西出去 但是 純用蝸蝸蝸蝸 很不容易 而且中間的交流來搬是高的 因為它的抹價太強了 所有蝸蝸蝸蝸蝸的抹價 而且那些價格太不穩定 所以蝸蝸蝸之中雖然是 在某些特別的工作中 正常理計 現在俄羅斯 已經把 把以前的政府雇員 政府的軍人和政府雇員 的情報機關的人員 其實叫了他們自己開公司 就變成了 security firms 就是很多所謂的僱傭兵公司 mercenaries mercenaries有些是做行動型的 有些是情報型的 那些很多是錢羅斯的 那些有怎樣收錢 那些不僅是收黑錢 那些是正的黑錢也有 如果正那一部分被你一斬斷 他們要把錢傳來傳去 叫人做工作也很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普京的幾條支柱都會崩潰 大佬你弄得我連swift也不能用 我真是正用crypto 那很麻煩我做不到事情 那不要忘記 這些表面的僱傭兵公司 或者是私人 表面是私人的 實際上某程度上 都是貢獻給國家的 而他們的好處是 因為他們用私人公司身份去做 有些事情可以很方便做 即是連一些根本不是國家的工作 是一些商業的工作 他們都可以照樣做 那些一樣可以創匯 那如果你用不到swift的話 那那些錢怎樣會出會入呢 那普京集團的貨物都會不妥 這樣的話 就會讓普京本來已經有 他的權力基礎已經有衝擊 現在可能會弄得更大衝擊 所以如果出金融核彈 其實是會弄得碰入普京的 尤其是那些人坐得太久 越坐得太久 越多人說 我等你什麼時候下來 我十輩子都不用上位 那我還要跟你做嗎 大哥 這狗做而已 或者本來我跟著你 就是打算一直可以賺錢 那你繼續做 我繼續有生意 你一直outsource給我 但是大哥 現在有生意都沒有用 你還要找不到錢 我都拿不到錢 如果那個優勢不只是優勢到 去到個別人士 而是一個一個機構 一個一間公司 每一間公司 一口氣 通通優勢完 大哥 你真的不用玩了 那一陣怨氣 在精英階層製造的那種不信任感 就算不可以賺錢 會令普京更難自覺 或者到時 再放一兩條俄羅斯的民主運動人士 有些已經流亡 放回去 一搞可能這次沒有軍警幫你鎮壓 或者軍警到時倒戈你也能死 所以金融核彈不可以說沒有用 其實相當有用 錢是有它的用途 尤其是因為俄羅斯這種獨特的情況 他必須將大量的 當年因為太窮 也養不起那麼多正規軍 和正規情報人員 所以相當一部份就是下海 當年中國改革開放的 頭一輪時間 大量的國企工人 幹部 全部下海重商 其實俄羅斯也是一樣 很多都是下海重商 但他們重商不是去做工廠 他們做的行業 整條供應鏈都做了 但是供應鏈裡 有一部分是收銀行 或者一些貨幣 其他古靈精怪的途徑 但也有一部分是正經途徑 他不是全黑的 這些玩法通常是半黑半白來玩的 半地面半地底 但如果那些都受影響受衝擊 那這些叫軍事貴族 我們用另一個詞 他不會支持普京 普京到時真的會含得渣 你石油大佬也不支持 銀行也不支持 這些軍事貴族也不支持 你普京還有什麼統治基礎可言呢 下一次大選 你也不需要怎麼抓人 如果你抓不到競爭對手 一打一整內方中你輸 到時你脫光了三天 拍攝了肌肉相片也沒有用 更何況你也沒有什麼肌肉 肌肉已經鬆了 你不肥而已 只是鬆的 這樣會有影響 我想這些是拜登擋到桌面 當然俄羅斯 普京 雖然面對著危機 但看普京出牌還是很冷靜 他急還急 冒險 但冒險當中有他冷靜的一面 什麼叫冷靜的一面 就是一開始他設定的狀態 他很精明地 烏克蘭那件事沒有吵得特別響 他從頭到尾都在否認美國對他的指控 他只是說的就是 而他說的題目就是 第一 我很怕你們北約繼續擴張 歐盟繼續東擴 第二就是我希望烏東的人可以自決 意思類似 你不要迫害我們那邊的人 我們純粹是防禦 我們覺得你越來越搞越厲害 第三 其實他無端端再提出一件事 就是 借勢拉到俄美關係 就是希望問一下我們俄美關係 可不可以 怎樣呢 就是我們現在 很多外交人員大幅削減 因為 早幾年 尤其是在特朗普的年代 說特朗普經常被指控他親我 但實際上特朗普和普京的時間 都已經驅逐過外交人員 拜登上來又繼續驅逐外交人員 現在他的意思是 大佬不足夠外交人員 去進行溝通 這樣可不可以增加外交人員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普京擺出的姿態 他的手是硬的 但姿態本身就是 想告訴你 我現在是防禦 而不是想進攻 我只是想你不要去得太盡 或者你給我一些山位 即是他都要拿東西回去 保護自己的權力 去到底他其實很清楚 這件事 我搞了這麼多事情 我就是保護自己的權力 如果我沒有東西拿回家 令我自己的權力保得住的話 確實地 我就繼續跟你玩緊張 至於是否說 這一次他玩不完 或者回去呢 我覺得他都不會 他到時可以切一部分 他不需要切完 但我懷疑他會 例如當你陳兵九萬 他可以分三輪 三萬三萬三萬 可能每幾個月輪替 四個月輪替一次 都可以 但保持著有一股壓力 我保持壓力是會做甚麼 壓力就是要逼到 烏克蘭幾乎那邊發瘋 即是說有時候保持一種軍事壓力 一來支援烏冬那邊 不要等他縮降 也不要等盧卡申科這傢伙借皮 即是他都要撐著場面 但與此同時 他又可以將這件事 下場一段 所以普京擺的姿態 就是擺出一個防守姿態 那有甚麼用呢 萬一說不定數 他沒有輸 因為其實他說的 跟他當初不放兵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你不放兵下去 歐盟也沒有接納 烏克蘭進入歐盟 甚至歐盟也不太想接烏克蘭進來 歐盟可以給援助 可以給錢給援助 北約可以賣武器 但沒有說過要讓他加入 到現在都看不到有任何跡象 尼土和歐盟可以讓他加入 你雖然說圍盧卡申科 圍盧卡申科是一件事 將烏克蘭包進去是另一件事 但普京就特意擺出一個姿態 就是這群人來侵犯權益 我現在說明了 你不要再改變 就算大家口口沒有任何說 他回到俄羅斯 日漁可以說他成功爭取 實際上就是 尤土根本沒有發生過 他爭取一樣沒有發生過 然後告訴你 我爭取到他不發生 即是沒有牌變了有牌打 其實純粹是糟糕 純粹是 但是他如果擺這個位置 他其實都牙咬地底 他都想退 他不是真的 他是偷雞 看看有沒有雞偷 而偷雞也不是一開始擺冰 那個偷雞就是 我立刻擺冰 立刻侵略 不是 而是擺冰下去 試探機庫那邊有多穩定 如果澤連司機是一條拆頭皮 要不就沒有反應 要不就太緊張 可能會打倒一兩條 或者即是馬上重判一兩條的烏冬分子 激化到內部撕裂 那俄羅斯就有藉口去介入 但是澤連司機明顯是一個古惑仔 做這些事先拿來找美國人商量 先不認這個是不是有情報 就等美國人爆炮情報 因為他知道現在美國人緊張烏克蘭 因為如果烏克蘭沒有了 跟亞太地區沒有了台灣 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即是對美國整個全球的影響力 對於歐盟還可不可以在歐洲的牙斬斬 是完全是一個大的衝擊 可以說一這樣一整 那他們已經是兩棵油 以後不用出來走 即是你厄招一下大哥 是不是在做什麼大哥 又找不到食物 又保護不到我的大哥 不如我找另一個吧 即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是一個大試探 普京看看試探 也試探澤連司機 澤連司機表面親鵝 但其實這個人我之前 我面對一篇集也有提過 你看看這個人的背景 一點都不是 這是個古惑仔 這個古惑仔的確很古惑 這一次很棒 不出聲 炸死了 看看你美國人和歐盟是什麼態度 如果美國和歐盟真的打算賣掉 那他們就主動求和 他本來已經被人掛掉 他是親俄 那他有什麼所謂 立即親俄 他本來就是親俄的形象 現在再親俄有什麼相關 但是如果說不算是 美國肯撐 歐盟也肯撐 這樣就可以了 美國扔情報出街 如果美國好像當年2014年 被俄國人得手 習年斯基 馬上拒絕了 到時他們出來和談 但現在不就是 但美國人支持 美國主動又移情報出來 看得明白 對呀 真是有的 然後我要把這些人下去 下去 落頭銘狀 落頭了下去 美國肯向你支持 如果你肯讓一半軍隊下去支持 那我當然會跟你支持 那大家互相 即是說那盤킬牌 像打喬牌一樣 你要出一張牌 引你的對家 又要出一張牌 你和你的對家是一組的 去打你旁邊的兩組 你引不到牌出去 就無法打喬給別人出牌 那一刻就等美國人出牌 又出一張牌 美國人又在順勢打了一張牌出來 就可以正式干涉下去 現在普京一看勢不對 苗頭不對 再玩下去 美國人就越出越多牌 那些牌就無窮無盡 一直出下去 頂不了壓力 分分鐘糟糕 但是 反正他從頭到尾沒有叫合約 以僑牌的說法就是 在叫合約不是他 在叫牌的過程中 他好像一直在寫合約 但最終叫了合約 那位美國人不是他 他只是做防守 現在他是我沒有合約 我現在只要能夠補到我的牌 不輸的 我沒有下降 我沒有說 比美國人還要加上1或2 沒有 他能夠合約 他能夠合約 本來也是這樣 他也當作得勝回潮 所以看那個勢就是 俄國人現在擺的姿態就是想說數 最重要就是普京要搞定自己的生存 當然其中一部分條件 最終的那一部分就是 希望減少制裁 因為如果再繼續制裁 或者加緊制裁 他就越制裁得厲害 尤其是經濟制裁 他就越搞不定自己國內的大佬 沒有那些大佬支持他 基本上是站不久的 他的威望會繼續下跌 所以他也在緊張 如果他真的什麼都拿不到 他就可能把心一環 索性下注到中國那邊 你中國拉我下水嗎 其實等於俄羅斯說 你拉我下水 幫我推你去死 意思就是變成這樣 但如果不是 如果是有得談的話 拜登那一段有得談的話 不是中國拉我下水 然後我再一腳踩到中國去送死 不是 是中國拉我下水嗎 我不下水 我放一個姿態 下雨不下之間 你哄我多一點吧 其實就是一腳 但我肯的 其實我肯的 我們兩兄弟都遇到同樣的權力危機 我怎會不支持你 不過閉國窮 幫幫忙 你不肯的話 不肯的話 也沒辦法 我實力只有這麼多 對嗎 那倒過來 一腳踩到別人去死 先 但如果說 港狗入窮 反正都糟糕了 是不是都要死 不肯的話 現在 所以我想 拜登 跟著 拜登的玩法 之所以 就是 他 Jack Sullivan一直說 他是要 而不是要 打架 我想他也同時打個訊號 就是 俄國人要提條件 有 但你現在想著 靠空 靠客人 想著嚇到我 來拿好條件 你就不要想 沒有 但溝通渠道 有 合作渠道 有 伊朗核問題 但伊朗核協議 現在有趣 由Jack Sullivan說 其實俄國跟我們一向都很合作 從2014年到現在都很合作 這件事 表明俄國人對伊朗佬也不想被伊朗佬拉進水 而伊朗佬實際上是誰的質疑 大家都知道 是中國的質疑 這也是另一種訊號 就是他並非全然地下疊 他有意圖想下中國疊 但是並不想住 他現在只是中國給了上旗 他就吞了上旗 表演一半給你看看 上旗給我多少 就以上旗要交的功課一半來交出來 就讓大陸佬看 我又去南海演習 我們一起去北方巡 北方巡 我去南邊演習和東盟演習 演習就沒事了 因為俄羅斯 因為我俄羅斯在南邊有石油開 我又是標準的 我巡不變 原來是大陸佬要在一起 本來我也是巡不開的 又是玩了這些牌 走完不走之間 看看我可不可以和美國叫架 但由美國這次的反應看 他現在擺的態度就是我不受理這套 你說在烏克蘭搞事我就不受理這套 但我是不是沒辦法商量 伊朗可以當作是一個合作基礎 非洲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合作基礎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普京並未完全失去冷靜 他還是很精明地尋求他整體的利益 但與此同時他現在也是心急 如果心急這張看牌 如果我看得到 我想整班美國人和歐盟人都會看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會再承受俄羅斯 承受俄羅斯 有機會就會 我想普京看見正面進攻應該不得他知道 但他也要保持一部份壓力 在烏克蘭 等北約和歐盟不可以那麼容易東進 與此同時也會繼續應大陸多少基礎 即是之前比上期一半的表現做了 只剩下一半可能做了 多些軍事合作 或多些聯合國式合作去交流 去支撐 但與此同時他也沒有斷絕路 沒有斷絕路最大的其中一個表現 當然是在印度和伊朗核問題上 印度上他繼續支撐著印度 但大家知道印度和中國不妥 有邊境衝突 這件事他不是為美國 而是為自己 而是為自己獻祭中國 站在美國的立場 為什麼不? 另一邊就是伊朗核協議 如果能夠談得到 至少俄美是大家有合作的基礎和空間 而美中反而沒有 某程度上就升高了中國 在某些問題上 俄羅斯就暗地開始捅中國一兩刀 但捅之餘又在找中國人叫價 你是不是真的軍事合作 你真的讓我用到你新疆和大連 那些地方 我可以進駐一下 我進駐了 有俄羅斯軍隊在那裡 美國也不敢動你 一動兩家 一打兩家 到時就看中國有多急 如果中國很急便會做這些事 因為明面上可以當交換 中國可以重入中亞 中國可以重入海鮮威 但實際是怎樣 大家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另外一方面 美國也同時多了一件事 順帶有提過 除了會繼續武裝烏克蘭之外 他也會加強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下注 波蘭很明顯對付白鵝的努卡申科 一條全家產 波蘭是主要基地 其實當然已經連了波蘿的海三角 甚至連瑞典也都算進去 但是羅馬尼亞是有趣的 如果看一看地圖 羅馬尼亞的正北方 東向著黑海 當然也是一個對俄羅斯 對黑海對著克里米亞 對俄羅斯是一種威脅 這當然是直接的威脅 因為可以直接用到他的機場 直接跟他組裝 但是如果過了莫多瓦 就是烏克蘭 間接上也可以影響烏克蘭 但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的西北邊境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是什麼大家都知道 而且前段時間看一看 原來土耳其搞一個特決國家聯盟 其實是6加1 6個特決國家再加一個觀察人 觀察員是誰 匈牙利 匈牙利在某程度上 雖然他不是特殊人 不當他是特殊人 但是匈牙利人本質上 他們的祖師馬札爾人 是有一部分的特殊血統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與其說是 就是借著名目 大家走在一起 其實就是在夾南歐 夾巴爾港半島 所以如果美國老人說 我放重駐去羅馬尼亞 因為希爾比亞 他沒辦法放下去 所以就去羅馬尼亞 加上原有東歐 不是東歐 中歐那邊 Cherk 斯洛瓦克亞 那一堆 對於匈牙利也可以形成一種壓力 如果能夠形成一定的壓力 而廢掉奧爾班這張牌 或者令到佛特克斯的城市居民 不是保守的那些 比較自由派的城市居民 如果隔起身的話 他就未必沒有奧援 起碼遠遠地有人支援 目標就是擺盤 就是要對付奧爾班 不知道明年還是明年選舉 要踢奧爾班下台 歐盟才可以一致 所以加強羅馬尼亞也可能有需要 也同時截斷俄羅斯人 對那邊的輻射影響力 免得有煩心來心去 當中也要有穩定器 我懷疑他們的玩法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的玩法 到時現在要再看下去 但雙方說得很明顯 也不是沒辦法 而美國現在定義 就是和俄羅斯的關係 其實有趣的 就是 朱瑞瑟斯的說法 就是等於 現在 我們一向都有合作 但到了冷截那麼差的時間 我們依然有辦法商量 他特意提到 Post Cold War Post Cold War 就是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 Cold War 大家都知道 他說到這樣 我個人的演繹解讀 其實現在美國 將美俄關係定義 絕對沒有Post Cold War 這段時間那麼容易合作 至少NATO和Russia 不會那麼容易合作 有些事情 但是還沒有去到冷截 那裡中間有個黑道 但是偏偏偏看俄羅斯怎麼回應 對 至於普京怎麼回應 我想他回去又要計算 現在還沒看到 但是他進一步 立刻動手去捏烏克蘭 我想未必會 因為 扎連斯基站起來 但他也不會那麼快退 他又要看扎連斯基會怎樣 而在烏克蘭這一邊 有可能的一種做法 就是一種交易 和俄羅斯人 會不會先釋放某部份 已經逮捕了的分離主義分子 可能那些是俄國人 其實可能是俄國裔派過來的 補裝人員或者情報人員 放禁一段走 即是放禁一段交換回去俄羅斯 作為一個開端 然後再說暫時停火 然後再說其他過程 會不會是做一個這樣的做法呢 這樣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這個是簡單 就是做開波融兵 即是融雪的做法 之後再看開發 但現在說不完 到現在還未說得完 普京那條數 怎樣計算 我們也沒有人知道 現在只能先觀察到這麼多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和分享 下次再談 拜拜